哎呀 今天能来到咱们校里相迎 施胜杰先生这个专场啊 心情特别的激动 高兴 首先得自我介绍一下 您说 我是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 我叫苗富 这是他 站立在我身边这位 站立 王生老师 不敢当你这老师二字 我们多年的搭档 是 也是一个高材生 一般 陕西师范大学 当年的四大才子 他行酒 那个时候啊 一提起四大才子老酒 没有 不知道 王生 您先收敛一下激动的心情 什么意思 我们学校四大才子 我行酒 你们学校都靠灰蟹 三五七九那么排 老大就老三 老二老五 老三老七 你老九 我们四个人是绕口粒 是怎么着这是 灰蟹嘛 没听出灰蟹来 这点来说 我得好好介绍一下 王生老师在我们西安 乃至陕西省 乃至全国 青年一代相声演员里头 可以称得起是一位 可有可无的人物 我让你捧我了 上来我让你捧我了嘛 这么多师兄弟 咱们得谦虚一点嘛 那你别说我不就吧 什么叫可有可无 我们还有好词呢 找好词说啊 称得起是激励贺群的人物 这个我爱听 过去说呀 这个一个人 不对不对 这也不太对 激励贺群 你先去等会儿 激励贺群 有这个成语啊 我看腿去了是吧 看什么腿 一个鸡蹲到贺的群里头 有那么一个好词叫 贺力鸡群 贺比鸡都高 鸡比贺都矮 就这意思啊 贺力鸡群的人物 你看多么的道貌岸然 这么来说呀 可了不得了 这都什么话呀 我会的词太少 不像人家 您用的也不准确 文人世家 谁呀 多少代人都是文人 这也不对 我像人家这学习了好多的东西 人之初性本善 说相声逗您乐 祖师爷东方硕 您认识的这个文人 是不是猪尾巴吃多了 这老慌什么呀 咱们看电影电视剧 文人不都这样吗 不都这样 而且还有专用的工具 什么呀 纸棍封 您看一般都见着文人拿着 纸棍封是什么东西 这不纸棍封吗 这叫扇子 也叫纸棍封 怎么怎么 纸棍封 我看你要封啊 手拿着个白纸扇 不扇屁股扇脸蛋 特别有份 他摇着脑袋特别好 感谢好极了 学习您这个份 文人就这样 当然了啊 我听到他奶奶跟我聊了很多的事情 祖上几代 自古就考秀才考举子 举子 举子 考举子 举人嘛 他奶奶给我讲一故事 引人入胜 说的是我们家的事吗 他们家一个祖上是好几代 明末的 叫刘生安 他这个老祖呢 你稍等一下 我们家祖上明末有一个老祖 叫刘生安 不行啊 然后我们家后来都姓王 王王王 你别学狗叫 不用这么赔礼道歉 姓王 你姓王 姓王 都得姓王 高增祖遗留嘛 这王啊 了不得 讲这故事 就说我们这老祖怎么了 当年呢 家里穷 进京赶考 走了 可是走着走着有一天 天降大雨 下雨了 天降大雨 赶紧躲躲吧 雨太大了 走着走着 看见有一户人家 有这房檐 躲躲吧 这还是阴时之家呢 躲到这儿吧 房子不错 等着雨停了再走 他去的时候啊 已经有二十多位 进京赶考的秀才 在这儿避雨了 您琢磨琢磨 一个秀才这样 二十多个 热闹极了 您碰上可能不是秀才 您碰上央歌队了 这家的老原位呢 年轻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文化 读过书 可是由于这个家里的各种条件 没有考成这举人 所以对这个举人呢 特别有偏爱 我喜欢这些人 那天下雨 老时候在家饮茶 喝茶呢 正喝着呢 突然听见刚才指下雨 怎么外面风声这么大 风声 这不都在这儿扇扇子呢 哎 风声这么大 耳朵还不错 老原外走出来 顺着这个舵风往外一看 哎 了不得了 苗老师 这个古代建筑里头 还有一个叫舵的地方吗 舵 Open the door 英文呢 说得这个门缝一看 一群人在这儿摇扇子 老爷子急动坏了 什么座 好假 这是文人哪 我就好跟文人 搞这个文墨的消遣 喜欢这帮人 老头 咯啦啦啦啦啦啦啦 把这大门打开 他们家用的还是卷闸门 门沉哪 咯啦啦啦啦啦啦 那我问问你 这么咯啦啦啦打开的门 刚才那堕缝在哪呢 他得这么开什么 废话呀 紫儿 哎呦 门开开了 老头当时就出了一个赏联 说的什么呢 天流过客 谁是过客主 天流过客 谁是过客主 老天爷 刘你都在这儿避雨来了 就问谁是你们的主人 所有人光顾着摇扇子 也不理他 就他们老祖 特别的机灵 怎么的 一听这是要考考我呀 当时就回了一句 鱼祖行人 君记行人东 上联是天流过客 谁为过客主 下联是鱼祖行人 君记行人东 就是这鱼吧 我们留下来了 你就是我的主人 对的 言丝合缝 哎呦 这老爷没听 挺好 怎么 来 这位先生 屋里请坐 让屋里去了 那几位都纳闷啊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 都让他一个人进了 是你们可能摇得没他大 看他